现在是标准时间 下午6点30分 欢迎各位收看6点半新闻 天文台在10分钟前 发出9号列峰或暴风风力增强讯号 随着苏拉靠近 半港天气下午明显转坏 各区风力增强 海面又涌浪 海路空交通差不多全面停顿 天文台不断修订苏拉的路径 预计会更加接近香港 在南部40公里左右略过 高控云图显示 苏拉出现双眼壁结构 有可能继续增强 气象专家也警告 随着苏拉向广东西部移动 香港将会改为吹东至东南风 破坏力会更加大 苏拉已经进入本港100公里 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90公里 越来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 移动速度稍为加快到大约12公里 移向珠江后一带 本港普遍吹裂风 离岸间中吹暴风 部分高地间中达到巨峰的程度 与苏拉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 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 苏拉会在午夜前后 在香港天文台以南 大约40公里左右掠过 本港将会由吹偏北风 逐渐转为吹冬至东南风 原来受遮蔽的地方 可能会变得当风 市民需要保持高度警觉 天文台在凌晨已经发出8号讯号 下午天气开始恶化 多区风力明显增强 而多个风暴黑点都严震以待 红盒码头下午一直下雨 风势也增强 即使有遮都显得狼狈 甚至有遮都没用 而在牛头角风力下午也增强 有遮同样没用 一反再反 在附近的联安街和行安街交界 一棵四米高大树在强峰下倒塌 压毁电单车 在港岛的杏花村 有市民去到岸边感受风力 文安队道长呼吁市民离开 有居民在玻璃窗贴上膠纸 吸取过当年山竹、天甲、水淹地下停车场教训 已经安装好挡水闸 但有车主仍然不放心 索性转拍顺路面 另一个打风黑点里愿门 下午风力明显增强 亦都开始出现水浸 有商户早几天已经准备好防风 而沙田城门河的水位上涨 曾经一度淹过单车径 政府说已经协调相关部门封闭有水浸风险的单车径 2018年山竹习港的时候重创 当局今次足足准备 堆起沙包 附近商户也做好准备 而是早上天气未转坏的时候 南区达浪湾有人在岸边观浪 甚至有人无视警告落水滑浪 今天那些浪都算好玩 未起风始终都要注意安全 绝对不正确 因为如果有什么事 救援人员在这样的情形下要救他 又直升机又消防 影响其他那些紧急救援服务 天文台就呼吁市民要停止一切水上活动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到 天文台说苏拉出现双眼壁结构 显示苏拉仍然可能增强 气象专家也提醒市民 不等苏拉去到香港南面 风力将会大很多 政府飞行服务队定义机拍摄到 苏拉眼壁完整 环流紧密 天文台说苏拉呈现双眼壁结构 即是原先的风眼被外围罗云 形成第二个风眼包围 正在这里增强的超强台风 就有机会出现 当强的台风出现双重眼壁结构 它们属于一个眼壁的更体周期 即是新的眼壁会发展 去替代当时的旧眼壁 很多成熟而强烈的台风 都会出现双重眼壁结构 天文台说双眼壁并不罕见 今年7月吹集香港的超强台风 杜苏睿就出现眼壁更体周期 有气象专家指眼壁更体会影响台风能量 是一个能量的交换 在一段时间中心的眼壁 因为眼壁是风力最强的地方 它的能量是会减弱的 所以有段时间台风的强度是会减弱的 但是当它的眼壁致换是完成了的时候 它又会再次加强了 它又解释 市民日间未感受到太大风力 主要是因为苏拉仍然在香港的东面 不要掉以轻心 当台风在香港的东面的时候 我们就主要是吹偏北风 气流经过北面的内陆 和受到北面 包括香港的山脈 和深圳的山脈的阻挡的话 北风一般来说都不会很强的 但是我们都要等到苏拉去到香港的南面 或者西南面的时候 才会100%感受到苏拉的威力 因为这风是会由海面吹过来 是无遮无挡地吹过来的时候 那个强度就会比现在大很多